陈老师 孙教授 各位贵宾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参加浙江大学的老子论坛 感恩各方面的殊胜姻缘促成这一次的 让空海可以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 老祖宗的智慧 道德经的精髓 道德经的精髓主要就是要学到老祖宗的高等智慧 所以道德经的精髓事实上就是要传递 我们怎么样去看到我们的老祖宗 竟然拥有全世界这么高的智慧 我们怎么样去学习 怎么样把这些文化的瑰宝 智慧珍宝 把它挖掘出来 弘扬开来 这是学习道德经很重要的课程 今天跟大家分享道德经精髓 透过一些幻灯片来跟大家分享 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两张大纲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 道德经的精髓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高等智慧 我以前从小就一直在探讨宇宙的真理 生命的实相 从小就一直在探讨 我要了悟生从哪里来 死往何处去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这是从国小时起就在探讨 所以一路在求学的过程 学校的课程变成是附带的 往往都是一直在追讨 我所想探讨的宇宙真理 所以我变成学习很多的课外读物 都是学习一些课外读物 因为这些考试不考 但是我觉得这对生命来讲是很重要的 当一路这样成长的过程 接触过很多的东西方哲学 心理学 人生哲学 也接触过很多的宗派宗教 我接触过很多的宗教 都是秉持一种客观求真求真的精神 去探讨 因为我要的是宇宙真理 我不是要成为宗教信徒 我不是要找寻宗教信仰 我要的是要了悟宇宙的真理 生命的实相 所以我很客观地去学习 包括接触各种宗派宗教 还有东西方的哲学 心理学 一路成长的过程 当我在青年时期 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看过《老子道德经》 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这个《道德经》 是不错 是很好 但那时候觉得还是属于比较玄虚 比较不切实际 没有那么实际 因为同时我也研读过很多的佛经 包括禅宗的经典 对禅宗的经典很向往 包括圣经我也都在研洗 这是在青年时期 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读《道德经》也以为自己读懂 认为买坊间的书来参考 然后对比 认为这样我理解了 觉得《道德经》这个没什么 这样差不多了 他是讲一些抽象的 还有很多方面不是很实际 当时的年轻时候的观念是这样 所以我又一路的在追寻 在探讨 在学习 结果当到我人生四十五岁的时候 一个因缘的大转变 几十年这样的一个求道密道 修道的过程 到四十五岁人生有一个大转变之后 终于看到了活生生的佛法 活生生的真理 我讲的是活生生的活 生活的活 活法 不是宗教的法 是活生生的法 当我以前不懂什么叫做无治天书 后来当看懂什么叫做无治天书 再回来看老子《道德经》 这时候才很震撼 老子太厉害了 竟然一部《道德经》 短短的五千言 勃勃的一本书 竟然能够把宇宙的真理 生命的实相讲出来 而且里面透露的都是高等的智慧 《道德经》里面含有很多的密码 那是地球上一般人不容易理解的那些密码 当我看懂之后 因为那个是要透过大地风云经 透过无治天书去对比之后 才知道老子的智慧之高 后来就一方面也讲其他的经典 一方面希望能够把老子的智慧 能够红传开来 让全世界的人受益 因为那时候 这是十五年前正式开始出来 讲各种经典 包括《老子道德经》 因为未来的世界 《老子道德经》 它将占很重要的指导地位 它将引领人类走出迷惑 走出困惑 引领人类找到未来美好的世界 那个方向 老祖宗在2500年前就跟我们讲出来 今天跟明天的上午 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 这部《老子道德经》是怎么来的 刚才我已经有陆续的透露一些 这是十几年前 空海最初出来讲《老子道德经》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觉得 《道德经》里面也含有很高的智慧 一般人从文字上 一文解字去理解 也不容易解读到老子里面的深意 甚至还会曲解 还会认为它是权谋 或是玄学 空谈 事实上都不是 老子讲的都是很实际的 都是很实际的 所以觉得《道德经》里面很多的心声 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到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 空海就把《道德经》里面很多的深意 心声把它讲出来 就好像代替老子 把他真正所要传达的那个心声 把它讲出来 以我所了解的老子要传递的心声是什么 真正的深意是什么 以我所知道的 我如实地把它呈现出来 跟全世界的人来分享 前面这一本是2002年那时候讲的 再来这一套 这是两年前在东北那边讲的 《道德经》的智慧与应用 这一套总共讲了四十几 把《道德经》里面的很多的智慧 把它重新深入浅出的讲出来 希望能够作为大学生高中生的读本 或是参考教材 因为老祖宗的智慧非常高 里面有很多好像密码 一般人不容易看得懂 那孔海设法把里面的深意 深入浅出的讲出来 希望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获益 这一本我们已经有正式出版 而且也出了DVD跟U盘 你们手上应该有不少人都可以拿到 这个书跟U盘都有了 都发给大家 好 我们现在要来探讨一个问题 老子《道德经》是怎么诞生的 老子《道德经》是怎么诞生出来的 很多人他会从这个是什么版本 什么时候出来的版本 《道德经》在中国历史上 有一千多种版本的注解 很多的版本都会大同小异 会有些出入 那很多人就认为我这个版本才是最好的 我这个版本才是最正确的 我这个版本才是怎么样 所以以前我在学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多版本 后来慢慢的去了解探讨 这些版本是可以共参考 但我最想要读的是 老子你本人你到底用什么版本 不是他写出来 来 大家体会好 老子让你开悟大测大悟 开启这么高智慧 你到底本身你是用什么版本在学 我要看的是你看的这个版本 你看的版本 你一定有让你开悟的那些资料 启示 然后你才写出来 写出来的《道德经》是一回事 让你开悟的到底是什么资料 是什么版本 我要学的是你所学的那个资料 这样了解吗 这样你们可以了解吗 所以现在是要探讨《道德经》 那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当我看懂原来老子他是现观天地 现观流水 大自然而开启大智慧 所以要知道老子他所参考的经典 不是任何人著作的编辑出来的经典 那些都是仅供参考 因为老子也当过国立图书馆的馆长 他一定是保学多文 但是当他在当国立图书馆 那时候他还没有大测大物 后来他辞官回到故里 再继续去体会 后来他才在他的家乡 现观大自然的《大地风云经》 而大测大物 在荷兰周口路易那边 老子的出生地都有那些资料的呈现 这就是在荷兰周口路易那边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资料 老子他辞官回去故里之后 然后他继续去探讨宇宙人生 真理 实相 生命 哲学 当他去看 哇 原来这个水有这么高的智慧 所以在《大地道经》里面 很重视要跟水看起 学习 这就是老子他观水悟道 不只是观水啊 他是包括观察整个的大自然 观察整个的天地 所以当我看到 哇 原来老子 你就是这样的大测大物啊 所以他看的经典 就是真正的无智天书啊 无智天书 包括《道德经》里面讲的都是整个宇宙观啊 讲的都是整个宇宙观 讲的都是整个包括银河系太阳系怎么样形成的 什么是天地父母 老子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不是这种小格局 也不是光只是局限在地球 当我阅读 当我阅读觉得 哇 《道德经》里面 他竟然讲的都是整个宇宙 而且包括整个太阳系怎么形成 整个太阳系怎么形成 老子竟然都讲出来 其他的宗教是用某种方式在呈现 但交代的都不是很清楚 老子竟然用很简短的文字 把银河系太阳系的形成都把它讲出来 好 我们陆续的看一下 所以老子他看到的整个 他就是从实际的大自然里面去体会 这一张图 这是在荷兰州口老子文化广场那边 所呈现出来的 这是老子坐在这个八卦图的中间 一般看这个八卦图觉得没什么 这个就是一些图号 好 我们来看 刚才这一张我们把它换成 他的符号就是这样 中间就是太阳有阴有阳 旁边含有八卦 一般认为这个八卦好像是算命的 看地以风谁在用的 结果当我深入了解之后 因为我以前也研究过《易经》 也研究过那些算命 但是我觉得那些都只是在数的应用 智慧方面都在《道德经》里面 你看整个八卦它呈现出来的 所有的乾坤 乾坤什么卦什么卦 事实上你把它换成现代的文字 语言文字你就很容易了解 我们用现代的文字来解释 就是天 地 风 雷 水 火 山 海 包括它呈现的就是告诉我们 整个大自然包括所有的植物动物 就是由这个大自然在孕育的孕育而产生 天 天是什么 《道德经》里面一样都很清楚的讲出来 而不是抽象 都是很具体的讲出来 我们这两天就是要陆续来跟大家分享 它真正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不要学了《道德经》学了很久 还是觉得很抽象 或是还是用不上来 这样就很可惜 我们要把《道德经》里面 所要流露出的智慧 我们要学到 它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实相 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的看到 学到 然后要能够应用得出来 好 所以这里就是把那个八卦呈现出 包括人都是天 地 万 物所养育出来 也就是都是道所化育出来 这一章如果你会看的话 包括人 植物 全部都是道所化育出来 这个道不是抽象 我们会陆续跟大家来分享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这是在四川老军庙那边 他们以前就用出来一个符号 很多游客走过 但是不了解这一章它呈现是什么 当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 哇 我很赞叹 老祖宗竟然用这么简短的一个符号图腾 就把宇宙的运转法则讲出来 包括万物怎么来的 在这一张图里面都呈现出来 上面没有任何文字 这个也是无字天书 无字天书 你如果看得懂的话 你会觉得原来人万物 全部都是道所化育出来 这一章在告诉我们的生意就是这样 所以老子强调的是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也就是人真正要来到了 宇宙真理实相 我们要学习的真正最重要的对象 是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里面在教学的 让我们读书的都是一些学术 知识 文字 如果我们没有去跟大自然的实相来做连接的话 你会变成只是学一些抽象 知识 知见 研习了《道德经》很久 但是道是什么 还是一些观念 知识 知见 而不知道道它是很具体的存在 它是实相 你怎么样去触摸得到 看得到 体会得到 学到 这就是要跟大自然连接 前面这一段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真正要读懂《道德经》 你要透过《道德经》的语言 文字 然后跟实相来连接对比起来 这样你才能够了解到 老祖宗的智慧这么高 他看得这么深 大自然拥有这么高的智慧 所以老子很强调 我们要来到法自然 法天地 所以希望大家有因缘 我们多到大自然 多亲近大自然 你要读懂《道德经》 一定要跟大自然做连接起来 如果只是在文字里面去推敲 一文解字 或是在版本里面推敲 你没办法真正了解《道德经》 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学到很多的理论 当然这些都有帮助了 但是《道德经》的精髓 神韵 智慧 一定要跟大自然连接起来 所以《道德经》里面很重视的 要来到以大自然为师 学习《老子道德经》 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老子不树立 偶像崇拜 老子不会要信徒信众追随 老子不搞偶像崇拜 不搞迷信 所讲的完全都是宇宙的真理实相 可以求真求证 所希望大家的是 你们要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而不是来紧紧追随老子 这个跟一般宗教不一样 这就是老子的智慧之高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了解 天地父母是什么 天地父母是什么 这个后面都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天地父母 老子所讲的道 包括第一章 开宗明义就讲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 有明万物之母 天地 无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了解 有是什么 要清楚了解 无明天地之始 天地是什么 要清楚了解 这个都不是抽象 都是很具体很实际的 后面会陆续跟大家分享 像这一章大家看得到的 这个就是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天地 但它上面没有文字啊 对 这就是无字天书 老子就是看到这些无字天书之后 他 原来宇宙的真理这么的深 宇宙大自然呈现出来的智慧这么的高 那比起我们过去在个人小我的世界 那种心胸度量觉得差太多了 所以老子当他开悟之后 没有任何的我慢 没有任何的自私自利之心 就是把他所体会到的大自然的智慧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老子看了大自然的天地父母的启示之后 他归纳出道德经里面有这几句话 它是散落在两章里面 我把它组合在这里 这四句话 这是道德经里面要传递我们很重要的讯息 你要好好地去看懂大自然的启示 然后学到大自然在启示我们 怎么样去做到 生而不由 为而不适 长而不在 共存而伏地 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心灵水平 这就是宇宙最高智慧 最高心灵水平的呈现 来好好体会 如果一个人 你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级别 这是宇宙最高心灵的呈现 老子要我们学到的就是宇宙的最高的智慧 所以 勉力我们朝着这方面去做 所以在道德经里面 就提到 上善若随 随善利万物而不争 你看 这个都是活生生的 你可以从大自然里面去体会 什么叫做 随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在空海所讲的这个四十几的课程里面 都有深入浅出的解析出来 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论坛时间很短 所以只能够重点的跟大家分享 水 它是润物无声 水过无痕 哇 润物无声 你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但是却没有那些鞠躬之心吗 老子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学到这些智慧 这都是《无治天书》 《大地凤云经》 你看这些都是《无治天书》 真的他们都在跟我们讲经说法 真的他们都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生而不由 惟而不是 长而不宅 功成而福居 在这张幻灯片里面 因为现在的这个幻灯片 跟真正的真理实相是最接近的 所以我不是去拿什么版本 说这个跟真理实相最接近 那个是版本是仅供参考 真正老子要我们学的是去看大自然 大自然的真理 大自然的真理不会扭曲 大自然的真理不会造假 大自然的真理它是如实的呈现 不会欺骗世人 也不会在传操的过程有错误 它就是法尔如斯的存在 这个是《无治天书》 我们要透过学习 然后去看懂这部《无治天书》 包括什么是天长地久 所以你要了解天是什么 地是什么 为什么叫做天长 为什么地久 那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这个全部都是要看现观大自然的启示 这个就是天地啊 天长地久都在这里呈现了 而问题是如果没有解释的话 所以说这里面含有密码 《无治天书》它含有密码 一般人不容易看得懂 透过老祖宗老子已经跟我们 逐渐地点出来讲出来 你怎么样去看 但是因为《道德经》又很简短 严简易改 所以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真正看得懂 空海算是比较绕舌一点 就把我看到里面的精华精髓 深入浅出的把它解释开来 就好像看到里面 这里面有密码 然后把它解开来 让大家可以了解 这个就是天地啊 天长地久 不自身 这里面都是在流露 这个不是想象哦 不是幻觉 不是想象 不是凭空想象 也不是宗教信仰 不是 它是本来就存在 只是我们有没有看得出 我们有没有看得懂 来 中国文化史上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 被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 他在年轻的时候 求学的时候 一样跟老子请教过 后面在孔子的子弟之中 他们整理出中庸 这是指师 指师整理出了中庸 中庸里面一样都是记录 孔子讲的那些重点内容 中庸里就是孔子的哈 他就有提到 孔子呢 他是祖术遥顺 献章文武 上律天使 下洗水土 我们好好体会这几句话 这就在告诉我们 孔子他的智慧 一样会跟古圣先贤来看起学习 但很重要的 孔子一样 上律天使 下洗水土 这就是跟天地看起学习 孔子真正的高等智慧 除了跟老子请义之外 老子一定会告诉他 你怎么样去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跟天地看起学习 老子一定传授这方面的给他 孔子才很震撼 所以才尊称 哇 老子是人中之龙啊 孔子为什么会尊称老子为龙 因为孔子以前 一样都是跟古圣先贤学习啊 然后看很多的书啊 经典啊 老子帮他点出你要去看这个大地风云星 你要去跟天地来看起学习 这个才能够开启 这个才能够开启你的大智慧大格局 这样的一点破 让孔子很赞叹很佩服 不是光只是问一些礼节啊 不是这样啊 好我们再继续看下来 这就是老子他现观的无智天书 大自然的启示 然后他开悟大策大悟之后 才陆续把他所观察到的把它写出来 孔子就赞叹老子齐为龙啊 神龙见首不见为 他是一种最高的尊称啦 意思就是说老子的智慧真的太高了 深不可测 这张图像 这张这是实际拍到没有任何的造假 有没有看到一条龙 有没有 最前面这里 这是龙头 龙的眼睛 龙的嘴巴 还有龙脚 龙身 然后这个龙的爪 龙的爪还呈现 比出一个什么 No.1 有没有 一个第一 当然这是刚好巧合啦 巧合 当孔子他开悟 他体会到道是什么 体会到道是什么 这个老子都会传授给他 会跟他点出道是什么 然后让他去体会生命生从哪里来 孔子他体会到道之后 哇他震撼了 他就讲出这句话 昭文道细死可也 这很重要 一个智慧这么高的至圣先师 他讲出昭文道细死可也 也就是说在他的生命中功名利路 如浮云 道对他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能够真的听闻道了解道 他就会来到安心自在 这个不是头脑之见 你真的听闻道了解了与道合一 你就可以安心自在 所以当安心自在的时候 他的生死大事已了 所以细死可也 这时候呢 他的所作所为 没有自私自利之心 他的所作所为 就是利益一切众生 生死 那已经是超越 什么时候死 那都不是我的事 所以细死可也 生死不是我的事 因为已经是安心自在 再来 活着的一天 就是跟人类分享 所以孔子他才能够到处去 春风化雨 有交无类 到后面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伟人 就是这样把个人的名利 把个人生死都超越了 放下了 你真的超越了生死 你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担忧了 这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大大的弘扬出来 你就活出生命的神圣 招文道细死可也 所以 讲这一段就是让大家了解 道是多么的重要 人 不管你多么的有权 不管你地位多高 在政治上你地位多高 如果你没有了解到道是什么 你没有了解生死大事 你的内心一样会苦不安 它一定存在 你的学问再高 再得多少个博士荣贤 只要你不了解生死大事 没有找到道 没有安心自在 你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 一定存在 这就是孔子 赞叹 道 多么的重要 还有道 到底在哪里呢 道也者不可虚以理也 可离非道也 这句话很深 这个 我们一样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 不要把道变成很抽象 很虚很玄 他是不可虚以理也 没有片刻离开我们 虚以就是片刻 不要以为说我要透过 怎么样的努力修行 怎么样的努力修行 我才能够得到道 现在我找不到道 现在得不到道 道不是修出来 来请大家体会这一点 道不是修出来 道也不是透过信仰就能够得到 道是在于您有没有清楚明白找到 它本来就存在是灵或不灵的问题 知或不知的问题 不是要修了之后才会修出来 因为它本来就存在 而且呢片刻跟我们不理的 后面会再跟大家分享 道德经真的它蕴藏地球上最高等的智慧 未来地球上有很多的人类的大问题 道德经可以帮助人类怎么样去突破困境 包括全人类生存的大问题 人类的未来的大问题 道德经它都可以指引人类要怎么样去突破 所以这是世界级的最高的智慧 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逐渐的重视了 这一章是在告诉我们 世界各国都已经逐渐重视了 这二三十年来 说实在的世界各国重视 比大陆这边还更重视 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竟然外国人这么的重视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跟外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因为我们学的是相同的语言文字 所以我们更容易读懂道德经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点 外国是很重视 现在如果我们赶快下功夫 赶快好好地深入道德经原习 那几年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国 来跟大家分享老祖宗的高等智慧 这就是老子他呈现出的那种 宇宙级的智慧跟气势 《道德经》一书在中国 有一千多个著作 来解释《道德经》有一千多种 包括几十年前还有挖土出来的 竹书或是博书 当然这些是有学者专家 大家去考证什么版本 他的正确性更高 当然这是很好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了解一点 这些都是仅供参考 不管任何版本 他出来的都是仅供参考 除非老子他亲手写的那个版本 才会完整无误 如果不是老子亲手写的那个版本 后人听文腾操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落差 所以这些版本我们是仅供参考 再来最重要的是 因为这些书经典 这些书它是属于地图 来请大家好提会 所有经典各种宗教的经典都是属于地图 我们不要光只是在地图上 研习 比如说你要正确了解杭州 我们透过地图来参考 地图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整个杭州情况 包括杭州的地形 避免我们走迷路 所以我们是要参考这些地图 然后来实际的杭州来了解 所以要知道各种经典的道德经 都是仅供参考正确与否 它的正确度多少 我们要来跟大自然对比 这样知道吗 还有跟我们的良心来对比 这个很重要的 包括佛教的经典也是一样 佛教的经典圣经 可兰经 还有道德经 四书五经都一样 所有的经典都是参考的工具书 都是地图 至于这个地图参考的工具书 它的正确度有多高 最重要你最后要对比的是 跟大自然来对比 跟天地大自然来对比 第二 跟我们的清静本心良心来对比 但必须要我们要开发出我们的清静本心良心 所以老子讲出很重要的开悟的方法 就是要自虚及守静度 自虚及守静度 那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来到不带任何的成见 自虚及守静度 自虚及守静度 你要来到不带任何成见 包括那些我事 我能我慢 我学问很高 我很有钱 我官位很高 那些通通都要放下 自虚及守静度 就是要让我们回复一个很清静的心 这时候才会逐渐跟我们的良心来连接 我们的良心才会逐渐流露出来 那你研读经典呢 除了跟大自然对比之外 再来就是跟我们的良心来对比 有没有违背我们的良心 如果你是这么高的良心来写 你会怎么写 他也会告诉你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两个参考的指标 所以老子要我们去看大地凤云经 这个大地凤云经它就无字天书 以前真的我学什么无字天书都变成抽象 搞不懂 别人拿一本书给我 里面没有任何文字 然后说这个就是最高最好的书 无字天书给你 事实上是一本笔记本 笔记本里面空白 无字天书 以前都把这个无字天书变成好像很玄 到底长了什么样子 后来才知道 大自然 它在演绎的就是宇宙的运转法则 它在告诉我们的就是生命的实相 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大地凤云经 所有的经典 来 请大家好好体会 所有宗教 所有宗教的经典 它的源头都是来自于 大地凤云经 大地凤云经 只有大自然 圣经也是 佛经也是 佛经也是 道德经 你要用心灵去阅读 所以要读老子道德经 一样我们要来到用清静的心灵来阅读 道德经它不是头脑之间的问题 它不是头脑之间的层次 如果你用研究一般读书 用头脑思维思考的这种方式 你只能够理解 道德经的里面的文字表象的意识 文字表象的意识 至于它真正的深层的深意 它的智慧 它的神韵 你必须要用心灵来读 你才会读得懂 所以这个无字天书 有文字的是用头脑大脑思维去解读 无字的 你必须要用心灵去读 所以老子才讲要自虚集守静读 这就是无字天书 你看大自然本身没有文字 我把这一张幻灯片贴上几个字 然后就形成各种经典 我再把里面的深意写出来 就形成各种经典 但是它本身它是没有文字的 所以希望大家 研洗《道德经》最重要的 你要逐渐去学会 读懂无字天书 然后学会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你就会开启高等的智慧 你才会震撼 老子的智慧这么高 他看得这么深 比现代的顶尖科学家 天文学家所看得都更深 哇 真的太厉害了 后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这一部无字天书是很深的很玄的 充满的智慧充满的艺术 我现在不是否定艺术家 人类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向什么学习 都向大自然学习 所以大自然他是最高的艺术家 而这个大自然的艺术品呢 他都是活生生的 让你百看不厌 让你独你千遍也不厌倦 真的啊 因为他都是不断的变化变化变化 你从出生到现在 你如果天天看日出 没有一天的日出是相同的 你天天看夕阳 没有一天的夕阳是相同的 他都在变化变化 好所以我们进一步 再来就是要了解 那道到底是什么 前面这一段是让大家先 对《道德经》怎么来 还有它的重点核心怎么来 有概略了解 好我们现在我想休息个 几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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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